怎样的玄机呢 其实重要的不是曹操怎么做 而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也就是说重要的不是用人之术 而是用人之道 道是什么呢 道就是人性 就是人性 曹操的用人之道的核心 就是洞察人性 洞悉人性 他太了解人是怎么回事了 他知道他的将士们跟着他出生入世是为了什么 因此有以公归人和一家努力 他知道人都是有弱点 也都是有缺点 因此有以法制人 以宽容忍 他也知道人是理性的动物 人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通情达理的 因此有以理服人 以兴趣 他还知道人是有感情的 有时候感情的维系 比利益的维系更重要 更起作用 因此有以臣代人 和以情感 所以曹操了不起的地方 不在于他的术 那些具体的做法 而在于他的道 而在于他对人心 人性的 透彻的 理解 和把握 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 就是关渡之战之后 曹操缴获了袁绍 大量的图书 资料 文件 书信 就发现其中 有自己的人 写给袁绍的信 按照一般人的反应 这是通敌的证据 这是背叛的证据 应该把这些信 都拿出来 一个一个的 暗图所记 把那些叛徒 把那些有二心的 把那些动摇分子 都给我交出来 曹操没有 曹操发现有这么 一堆书信以后 看都不看 立即下令 全部烧毁 曹操这个事情 做得是太漂亮了 当时很多人不理解 就问曹操 你为什么要 把这么重要的证据 都毁掉了 曹操说 哎呀 算了吧 说老实话 我和袁绍作战 是以弱胜强 袁绍是强势 我是弱势 那个时候 连我曹操自己 老实说 心里都没底 我都没有把握 能不能打胜这一仗 何况大家呢 很正常嘛 曹操 这一首说的实在是 聪明 聪明在什么地方呢 他很清楚 当时的形式 就是他说的那个情况 那么既然是那样一个情况 当时秘密和袁绍有来往的 肯定不是一个小数 不是一个两个 三个五个 弄不好 就是几十个上百个 这些人你都清算 清算不了 既然清算不了 不如干脆不清算 我不断不清算 我连把柄 我都不拿在手里 我当着你的面 我没有拆封 我没有看 我不知道有谁 在勾结袁绍 我现在把证据全部烧毁 大家放心好了 只要以后 你跟着我曹某人 忠心耿耿 以前的时候我不知道 人情做到底了 曹操很清楚 在这样复杂的政治斗争当中 有些时候是要装糊涂的 装糊涂才能宽容人 宽容人才能得人性 得人性才能得天下 所以叫做老百姓有句话 不哑不拢 不做阿公 有时候就只要装弄作哑 动虚人心 动擦人性 已经不容易 设身处地 将心比心 就更不容易 更为难得的是 曹操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比方说他销毁这些证据 他奖励他手下的将领 他给自己的缺点错误 做检讨 他感谢那些给他提意见的人 他做这些所有的事情的时候 他做的坦诚 大气 自然 实在 一点没有装强作诗的样子 这就太难了 曹操能够洞察人性 洞悉人心 也就掌握了用人之道 曹操掌握了用人之道 也就知道了 手下的人才最需要什么 当曹操知道了人才的需求 也就知道了 他能够给予人才什么 因此说到底曹操的用人之道 也就是他的做人之道 那么曹操的做人之道 究竟是什么呢 曹操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呢 几个月 第一点 曹操冲动 他知道 一个搞政治斗争的人 一个在战场上作战的人 全讲真话是不可能的 全讲假话是行不通的 这样一个人必须把握 什么时候说真话 什么时候说假话 对谁说真话 对谁说假话 这对敌人你肯定要说假话 兵不厌诈嘛 你不能说实话 但是你对你自己的谋事 他们可都是聪明人了 那你要说真话 你说真话你才能换取信任 你换取的信任 他才会尽心竭力的为你出谋划策 你才能克敌制正 曹操他能够把握这个 真假之间的这个度 这叫做聪明 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随和 曹操这个人性格里面 他有很好的一面 就是他是个性情中人 我们都知道曹操是个诗人 他身上既有这个军事将领的素质 他也有诗人的气质 他只要不是在正式办公 正式作战的时候 他为人是很随和的 他会跟大家说说笑话 开开玩笑 打打哈哈 这样他就有了一个清和力 一个做领导的太严肃了不好 太严肃的觉得人家觉得你不可亲近 太随便的也不好 太随便的也没有威望 最好是像曹操这样 要需要威望的时候 他是不路而威 平时的时候呢 他又亲切随和 这样就使自己的下属既尊敬他 又爱戴他 这个分寸 曹操也保得很好 所以曹操经常把正经师 用开玩笑的口气来说 比方说他有一个人 在他敌人那边 自己的父亲那边曹操下了大意 曹操就跟他写封信说 令尊大人在我的监狱里呢 日子过得还不错 不过呢 国家也不能老掏钱 替人家的爸爸养老啊 你看着办吧 非常好玩 第三个原因呢 他的政治 曹操是真心诚意 实实在在 希望有很多的人来帮助他 他确实感到自己一个人 是孤单的 是势单力薄的 这是他的真话 曹操有一首诗 叫短歌琴 你们有这样的句子 清清之经 幽幽卧行 但未均故 陈寅之经 翻译过来就是